哇 這個屏幕真的是超級大 用起來看電影一定超棒的 大家好 我是 Isaac 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非常非常特別 也是我個人非常非常期待的開箱 那就是 iPad Pro 這個是Apple 算是今年下半年 發表的最重量級的一個產品 那我這邊實在要拿到手的是 12.9吋Wi-Fi 64GB的版本 那我們就一起來拍箱 然後一起看看裡面有什麼吧 OK 我們現在看到包裝的部分 Apple這次跟以往不太一樣的是 以往是直接做那種 塑膠熱風的包裝 那但這次Apple在側面 多了一個這個可以撕的Tab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這樣 直接這樣一撕 然後之後還是要很狼狽的 把這個塑膠給拆起來 也是 參觀就讓我看 看看這個 可以就在右邊 攔URE 在這裡 我看 是 好 喔 然後邊框是這樣有點圓弧的 然後它的厚度來講 跟以往比較不一樣的 它是比較有方形 然後它全部都一樣厚 然後Apple號稱這次只有5.9厘米 邊邊的話四邊都有內卡式的speaker 這邊這個就是吸附Apple Pencil的磁鐵 後面也有連接keyboard case用的磁鐵 那這邊就是提供電源輸入跟自動匹配 那這個部分Apple還是做得不錯 我們現在就先把它開機 然後做一些基本的設置 然後就來使用看看吧 哇這個屏幕真的是超級大 目前看電影一定超棒的 它在這款iPad的Face ID跟iPhone最大的不同是 它是可以支援直向跟橫向的 我們現在就來把我們的Face ID加進來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這麼神 OK現在想要來分享一下這次使用iPad Pro 12.9吋的一些新的 主要講的就是這個超大的12.9吋 基本上這個尺寸就已經跟MacBook Air一樣大 那邊框的部分也是更加的雜 還有一點是它這個speaker真是超級超級大聲 大聲到就是有一種類似環繞音響的感覺 這次iPad最大的特點就是因為把Home鍵拿掉 那這樣子讓整個Apple的Line-up也跟iPhone一樣 就是把Home鍵拿掉 就是慢慢的朝向沒有Home鍵的設計 那iPad其實在比iPhone更早以前就融入了一些手勢的控制 譬如說當你在一個程式的時候 你只要用四根手勢的時候抓螢幕 你就可以回到原位 或者是你可以往上推 以前有一個往上推 也可以就是讓你可以把你不需要的一些背影程式關掉 所以說其實iPad在更早以前 我個人就是已經沒有很少在碰Home鍵 那這樣子的話我覺得它做這種對等邊框的設計 這種比較Symmetrical的設計 也更像就是你拿到一個 就是像一個電腦螢幕的感覺 所以你整個使用上來的感覺也會比以前更加的好 OK 所以這次因為它的屏幕比以往iPad更大 所以在多工處理方面呢我覺得也更加的出色 比如說當你在網路上如果抓到一個圖片 你想要比如說把它Copy到你的文檔 或者是你的Note的話 你只要這樣子抓過去 就考過來了 欸有沒有 是不是還蠻好用的 不過你要這張的話那也一樣 我們就這樣子抓過去 欸會Copy過來 那當你不需要用網路的時候 你也可以直接把這個App關掉 這樣是不是真的很方便 這代iPad具備了Apple最新的A12X處理器 那這個就是比iPhone XS再更厲害的加強版的CPU 那這使得就是在出一些比較複雜的Test的時候 它會更快速 然後也會更穩定 溫度上面的話也不會像舊款的iPad一樣 就是可能你在執行的比較大的Test 它會突然Heat Up或怎麼樣 明年Hodoshop也會有最新 支援iPad的完整版 就是不是嚴格過版的 那我會比較興趣 就是到時候會有多好的性能 那我相信之後應該會很多人會做這個方面的理解 那這代因為iPad換成了USB Type-C 所以可以使用的配件上 也會比以往來的多 然後因為USB Type-C的傳輸速度 也比Lightning快很多 所以說你在傳一些大的檔案 或者是如果你要外接4K螢幕 這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在最後必須要講一下 這代iPad我發現有一個比較大一點的缺點 那就是這代iPad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開封一把那個模撕掉 然後使用的時候我就發現 哇靠它的這個指紋怎麼會這麼多這麼明顯 而且問題是它還很難擦掉 譬如說我用這個 我的袖子的話 擦給你們看 它其實是 不是很容易擦掉的 所以 然後你這樣子一抓 你看就很明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蘋果這次 可能用的coating的材質不一樣還是什麼 或者是可能只有這一台它特別會留指紋 不過這個我有一台舊的iPad在這邊 你會發現 舊iPad其實指紋相對來講不是那麼明顯的 第二個小缺點在這個iPad就是因為它的相機 在我感覺因為它為了做更薄的機身 它的圖書是比以往的iPad Pro更明顯一些的 這會造成就是因為它真的不是很平整 所以說你在桌面上當你沒有用渴的時候 它就會達到一個跳動 那也會因為鏡頭跟桌面摩擦可能會產生一些刮痕 好啦以上就是這次iPad Pro 12.9吋的一個簡單的開箱跟分享 整體來說因為這次的硬體提升還蠻大的 所以如果是譬如說一些專業工作者 如果你有比較強的硬體需求的話 其實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那當然如果你喜歡玩遊戲 你喜歡大螢幕 你需要一個比較這種大螢幕的體驗的話 這台機器也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分享訂閱按讚 我會試著上傳更多 比如說這種科技開箱啊 或是跟這個科技產品有關的影片 就這樣子啊我們下次再見掰掰